因为疫情的影响活络了国内旅游市场 为了强化观光游城的软实力 南开科技大学举办南开云品杯 南投秘境游城设计竞赛 吸引来自全国16间学校 47支队伍参加 最后选出20组进行决赛 学校期望借由年轻人的创意 带给南投观光产业发展的新契机 南投县观光景点相当多元 有原乡文化也有艺术之旅 更可探访社区做深度旅游 来自全国进入决赛的20组选手 争取南投秘境游城设计竞赛达人的荣耀 可以喂养之类的 然后在那个草地上野餐 还是去DIY做一些手作的东西 可以促进亲子之间的融洽程度 南投的部分我觉得跟高雄 因为我们是高雄人 我觉得跟高雄最不洋的地方 就是南投的自然景观很多 很壮丽 而且比起高雄更让人可以放松 然后漫步的感觉 南投县除了观光景点吸引众人目光 也可以借由农事体验 以及产业发展做深度的探访 在这次的竞赛中 借由年轻人的创意一一展现 希望把南投除了原有的一些大景点之外 可以挖掘出最好的一些施房景点 可以让更多人来南投 而且可以达到分流 跟一个分死的旅游的效果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固定的景点 可以停留时间更长 南开科技大学推动游城设计课程多年 结合产业资源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这次扩大举办竞赛 寻找业界专家担任评审和食物做最好的连结 其实旅游是浪费资源的 可是学生们会想到把永续这一块 然后把环保这块的议题把它放进来 我觉得这是我对未来的旅游市场 真的我觉得是前途真的是无量 这一次的竞赛获得饭店业者的认同 赞助住宿券作为冠军奖品 鼓励同学踊跃参与 另外校方也将与旅行社结合 从竞赛作品当中找出具有市场性的旅游行程 用实质的作为协助南投县观光发展 记者张东仁 草存镇采访报道